很多人都喜欢吃这个辣白菜,但就是做不好,总是没有外面卖的好吃,那是因为你第一步就做错了。 今天我就把我的做法分享给大家。 取一颗水分足的大白菜,扒去老邦,水分多,吃起来更脆。 记住,一定不要用刀切,用手撕的口感最好。 撕好的白菜撒入适量的盐,用手翻拌均匀,腌制5-6个小时。 这是我腌好的白菜,杀出了好多水,加入清水,清洗2-3次,把盐分去除。 再把多余的水分挤出去,放到一个无油无水的容器里。 我放了一把苹果丝和萝卜丝,又加了一小把韭菜提味,不喜欢的可以不放。 最后加入一包辣白菜专用酱,这个酱是用鲜辣椒做的,都是配比好的,不用另外再加任何的调料,就能做出正宗的辣白菜。 最后戴上手套按摩两分钟,好吃的辣白菜就做好了,放入容器,冰箱冷藏更好吃。 辣白菜不仅可以炒五花肉土豆片,还能炒饭炖堂,喜欢的收藏师做吧,我们明天再见。